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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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事是卢小家与溥仪的弟弟 溥杰早年的王妃勾搭了在一起 这位王妃唐姨英 先是和张学良有段故事 在溥杰出国后 就和卢小家在当时的上层社会很是出名 虽然卢小家是一个典型劣迹斑斑 四处寻情的公子哥 但也多次参与其父亲卢永祥的多次政治行动 在卢永祥看来 他的儿子调教下还是很有出息的 但最终 卢小家失去卢永祥的庇护后 一无是处 很快就变了一无所有 为了躲避黄金戎的报复 渐渐的 在大陆销声匿迹了 移居台湾 低调经商 直至1960年 代的时候 去世 再也没有出现大众的视野中来了 这个卢小家 如果在当时得意之时 能凭借着父亲的光辉有所建树 多多结识上层社会 而不是到处留情 四处惹事 在卢永祥倒下之后 他也不至于会忌惮黄金戎的报复 灰溜溜的逃到台湾 人在得意时不忘乎所以 在失忆时 不自暴自弃才是真理 各位网友 你们觉得能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